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这一段就是上美鱼团的位置 你见到呢 因为我都太辛苦了 要爆临一点点 都是山路 都是正常的山路 有些行山堂还帮我带 我现在就丢低袋东西才和大家 转一转一转一转这条路 这条路就刚才我们经过弹家湾 即是在高梁湾下船 穿过那条村 接着经过他们的祖坟 一路走就走到弹家湾 那里有个不知是否正在营运的家族所 即是蓝星屋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接着就会走一些石屎路 那些石屎路就有一段仔 接着就有一段松林 即是好像现在这些 其实都是正常的山路 这些叫 但是今天 今天就 那个温度 表面温度有34度到35度 那如果曬着的话 我现在 那个体温 就应该有37度 即是 讲的是气温 那 在这些松林里面 就是我都 为何要开开机 拿一转呢 就是 很多人都以为 在松林里面 休息呢 就一定是好的 但其实不是的 大家可以见到 今天啊 现在你看看这棵叶 它是有微风的 现在 刚才是没有的 现在有少少 它轻微地移动 很轻微 但你看到 樹上面呢 那些叶呢 是移动都不移动的 看到吗 都不知道是不是 我讲话的气呢 影响到它移动 现在有少少移动 上面的树顶那里 但很少 那 那 那 其实行山呢 其中一样自己的 就是在这些 没有风的松林里去休息 但是 如果必要时的时候 都要在这儿休息 那休息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 含着些水 那 就 千万不要烤烤烤烤的 因为很快就搞定了 那些水 那就 要含着些水 然后慢慢吞 慢慢吞 放长去吞 跟着呢 就 就是 这些松林位呢 我们叫做 是有一个 叫做 体能上和心理上的 训练的 或者是修行的 就是在这些松林里面呢 如果你想降温的话呢 真的要 要 要练到 差不多好像 心如止水那样 因为在这些松林里面 我现在呢 是很 焗烈的 就是 你想像一下 类似一个 一大雨林 因为它 这几天都有下雨了 那它呢 就会蒸泡些水分 因为上面高温 那你想一下 现在 这里的环境 是不是很焗烈呢 就是 跟你走着 尼敦道的石屎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是一样好焗 好焗 好焗 只不过是好 好在呢 你现在见到 刚刚我们头顶 有够云 有够云 哎呀 刚刚都过了 那就刚刚不是曬正我了 那 那 现在既然既然过了 那 我这个位 希望 它都不是曬正 不过都不是了 都开始曬了 那 那 那无论如何 那 如果它太阳 啊 好像现在 越来越猛 那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要 尽快离开这个位 就是 要么就向下走 要么就向上走 希望去到一个风的位 那但是再起动的时候呢 就不可以过急的 因为一过急的时候呢 你的心肺功能啊 心脏啊 那个跳动会很快 那会令到个人呢 就很容易缺氧 那就 很多时候就 为什麽那些人呢 会在一个叢林位那里呢 会中暈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 那现在 要么太阳太猛了 那 现在 又没风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 连叶都不动了 都不动了 那 所以这些 这些叢林位呢 行山的时候 切记 千万不要逗留在一个 没有风的叢林位 那 因为这个是一个行山里面的大忌 因为它一路焗住 就是好像个精龙一样 会令到你 不是流汗那只脱水 而是 令到你的身体呢 好像在焗沙嵩那样 就是 就是 是干蒸那只 是没有汗流 但是 其实大量的 汗水是流失了的 那 因为它焗热了嘛 那 你的汗一蒸 在皮肤里面一蒸出来呢 基本上呢 就已经蒸发了 那很多人呢 就错觉呢 就以为 这些位置是 挺好的 那 如果有风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没有风呢 它是 行山里面的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了 在行山里面呢 是一个大忌来的 因为这些位置呢 当 你中暑 又或者是有少少 稳稳地的时候呢 基本上 很容易迷路的 因为 通常这些路呢 是会有很多 假的分支 但是那些分支呢 通常都是 可能有些人走错 或者有些动物走过 这样 就 弄了一条假路出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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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我们 一路前进 那 那 那 好少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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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看 通常这些路都是九曲十三弯 这条路不是太明显 最重要是跟这些行山队 走过的线来走 如何分辨那条路真还是假 好像这里有些假路 它像是一条路 但是它是一个重行位 如果是换了夜晚的话 那就很大件事 我们俗称就是要爆林走 因为有时候真的找不回原本条路 现在香港是很好的 起码在这些位置 就有些行山队的线 跟着一路上 开始看到上回一点 这里虽然是曝光 但是那个树顶 开始听到有些风声 如果是真的要休息的话 其实是要在大约的这些地方休息 因为它顶那里有风的话 你就算坐在树底 通常都会有些对流 我刚才那里蒸得太久 现在不在那个头子 我们走回上去一个空旷的位置 好像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树音 有风 正常的话 如果真的可以重顶一顺 就要在这些位置休息 因为如果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 那树顶是动的 但是见不见到下面 那些草的缸是不动的 那这里已经比刚才那些好多了 那如果要休息的话 我就要在这里休息 那接着再上去 好了 刚才的位置都不是太理想 因为刚才的位置 我只可以站在这里休息 因为它那个遮阴位 是不足以覆盖我整个人 那在找避暑位的时候 通常都是选一些又有风 又可以覆盖到整个人的位置 我拍给大家看一下 是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选择这个位置 上面树是动的 那下面都动的 见到吗 那当然 现在就是因为幸运 因为比较幸运 找到这个位置 那 那这里呢 如果是走远山的话 在这些位置 就要做一个大休的动作 那所谓的大休呢 就不可以 令到那些脚呢 是冻了 就是我们叫做 那些热身 或者走开那些热感啊 肌肉运动的情况呢 就让它冷却了 完全冷却了 因为 当你完全冷却 再起动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扭傷 很容易抽筋 很容易会肌肉痛 甚至乎呢 有时候那些骨膜呢 不太好 那所以 在行山里面 是很多学问 还有要很多经验值啦 那 希望 透过 就是 我这些经验呢 可以和大家呢 一点一点 去分享 那 就 啊 大家可以看到啦 一个 真是 整天在户外 做事的人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头发都很乱 是啊 一天被风吹 也都照顾不到那么多 那在 这个山里呢 现在是重视保命啦 不过 一会儿 让大家看到那个风景呢 那 那当然 值回票价啦 好了 那话口还没完啦 那我现在呢 就到顶啦 这儿 啊 赤武路的路呢 就是走上顶啦 那 就 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那这儿 一滴风都没有 很重要 那 那和呢 刚才呢 因为经过那些草虫和脚液呢 你可以看到那只脚啦 那 被它 那些树枝啊 树枝呢 就划損了 那这些行山常有的 啊 一穿短褲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因为它 划損了啦 那 在现在这个年代呢 就要 啊 穿一条褲管啦 就是大家可以见到呢 啊 我现在准备穿一条褲管 就像这边那样 那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划損了之后呢 会吸引几样东西的 第一就是那些 蛇虫鼠蚁啦 那 但是最重要的是 那些白纹衣蚊 或者黑纹衣蚊 甚至是那些蒙啊 或者那些 总之是吸血类的东西呢 你会引起来的 那在街外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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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蟲类呢 我们叫 就要避开它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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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点啦 大家可以看到啦 都 看下镜头 拍不拍到呢 那 那些蚊子 就已经开始 拍过来 可能镜头拍不到 就是 有了 那 那 那 因为我个镜头一对住它呢 它就走了去 很能晒啊 那 就很快的 即是在街外呢 如果 要吸引这些蟲类呢 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 如果你被它針到 在伤口的針到 或者 即是有很多瘟尼針你 那 病毒是很可怕的 那我们要避免它了 現在我盡快穿回褲館 這一段是全段裏面最容易蕩路 現在這個方向大家見到都是沒有路 其實這裏穿過這個叢林 應該可以看到那天的了 大家可以看看四周圍 四周圍根本就是一個樹林 所以這條路線雖然不是很難走 但是不是很適合伸手去走 因為伸手如果小行山人 通常遇到這些環境他就會很害怕 一怕之類都會失調很多器官上的東西 那都是奉勸一件事 新手就不是太適合走這些叢林位 可以選不是叢林位來走 就算我這些走了那麼多年 我都不敢說每次安全 而是只不過這次我是專門拍給大家看 就是一條山路可以有很多選擇 就是譬如你可以看到 好像這些位 這些位 嘩 那樹林景色就很美 那但問題呢 如果當一入黑的時候 即現在還是陽光普照 那如果一入黑就很容易浪失路 這些路 那就 估摸論點 伸手最好呢 就一定要訓練好先 另外一件事呢 行山就不要像我這樣 一個人走 因為我找不到人陪 沒有辦法 那我又要 想拍下這些東西給大家看 那估摸論點 那一間在這裏 那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沒有路 那都是那一句了 是有一條暗路在這裏 那一穿過了叢林 就應該看到天 那應該開陽很多了 那來到這裏 就要四腳爬爬了 那你見到那條路 那條路的一個新位過了 那過這裏 就應該有好日之過了 頂住了 努力 加油 那 和大家經歷一下 就是經驗一下 一起 一起經歷一下 怎樣四腳爬爬 那真的 你看看我真的爬爬 不過這些行山經常有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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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被那些樹枝咬著 哎呀 就繼續 繼續 繼續爬 哎呀 繼續 繼續 好笑 好 啊 那 然後 這裏 啊 開始可以站起來了 啊 啊 啊 哎呀 啊 啊 啊 這裏 終於可以站起來了 整個山了 那 這條 嚴格來說 真的不是行山路來的 所以 那些 啊 生生不好事 還有 檢查這條路向先 因為這條路 都危機四伏啊 啊 你看到呢 啊 就算穿過了 這些路 都不像是路來的 你看到 其他有些都很像路的 對不對 那 好 好 香港的行山都很好啊 就有這些標記 那 而現在 我就 就 開始 穿過第二個 第二個 重林啊 啊 那 希望穿過了 就 OK啦 那 你看 已經密到 那條路呢 那些草染都遮光了 那 找這些路 就 都很辛苦 通常都是 看見到它 沒什麼草生 就 拍照它 是路 唉 好 啊 啊 啊 爆了這些 就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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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一次了 因為 我現在拿著 船機 溫度又高 很容易中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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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了 啊 啊 辛苦了那麼久 大家看一下 我們 就 看到蓝蛇尖了 差不多了 啊 啊 還要爆多一點 林過去 那 我們終於 回到大路了 啊 啊 現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 我們 今天的重點 啊 蓝蛇尖 我們就要去看它的 山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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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那麼辛苦了 現在回到大路了 那就不用剛才爆林 行洩徑 這麼辛苦 好了 各位 我們這麼辛苦爆林呢 就是為了看 這個蓝蛇尖 當然很值得啦 你看到 蓝蛇尖的形態 很豐富 很立體 還有上面的雲呢 也都是 很有層次啊 那 下面有個彎的 我們這個位置看不到 要飛一飛才看到的 那 但是現在呢 就因為是很大風啊 就是各位 都可以聽到 很大風 那 為了安全計呢 可能今天飛不到 因為它海面那裡 有機會有五級風左右 那 就為了安全計 那 就不飛出去 看個彎了 那 又或者 下次吧 下次吧 下次跟大家再看個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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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就跟大家 就是介紹了 Lenscap實驗師的新宣 那 因為 Lenscap實驗師 就是要 經常要面對這些情況 所以呢 啊 必須要好小心 那 那 為什麼我要拍這些片呢 我希望 因為 香港在近年來 就好像今年那樣 都已經很多種 不幸的事件發生了 那 就 行山就 有很多人就出了意外 那 其實就等於 很多個家庭就破碎了 就是 你知道 家裡少了的人 始終都是差很遠的 那 我希望 透過 我 這麼多年Lenscap的經驗 就是 二十幾三十年的經驗 那 我希望 可以 跟大家分享到 一些在郊外的知識 那 在郊外 就不能更強的 就是 青檸白正的 就做不到Lenscap實驗師的 因為 你知道 那個環境 是很惡劣的 在外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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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希望 陸續去不同的地方 就跟大家 試試 分享一下 我 Lenscap 攝影 那邊 那個 經驗 或者是過程 那 那 希望 一些新手的行山人士也好 一些很有經驗行山的人士也好 那 大家做一個交流 那 希望可以 減少很多不幸的事發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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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今天就多謝大家 看我這條片 希望 大家都繼續 follow 我這個頻道 和我自己公司也有一個頻道 正在做的 那 對 那下集見 YouTim 초�ared ohne 沒有 我們 真的